原标题《岳云鹏》上国家宝藏一出场观众,就笑叉了气这首也太强劲了。 现在提到向上演员除了郭德纲之外,大家恐怕第一个想到的,应该就是岳云鹏了。 当初他改编的一首《母环之歌》,可是快人口。 之后,凭借着在《欢乐喜剧人》当中的精彩表现,岳云鹏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而他那建盲的小表情,更是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看起来,真的是很搞笑了不过。 虽然岳云鹏现在是风光无限,但他刚刚进入德云社的时候,可是连普通话都说不明白。 所以,只能打打杂位了说,好像是岳云鹏每天都会读报纸纠正字衣,平时也会细心观察别人的表演。 借鉴别人的经验,自己不断地学习进步。 凭借着这份努力岳云鹏,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走红之后的岳云鹏,更是成为了各大卫视的争相邀约的对象。 而岳云鹏这些年除了相赏之外,还开始拍起了电影。 他在煎饼侠里的表现,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,而且岳云鹏还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。 了不起的挑战,西游其玉记,有了岳云鹏的加盟,真的增色不少近日。 岳云鹏又参加了一档央视的综艺节目《国家宝藏》,而在这档节目中,岳云鹏更是化身为一位秀才要指导,在咱们的印象中,秀才都是轻瘦儒雅的模样。 所以,岳云鹏的扮想,一出观众,都纷纷被逗乐,只见胖胖的岳云鹏笑容可居。 看上去十分喜庆,尤其是他那肉嘟嘟的一双手,真的是太强劲了。